我是一涵,正在送业萝莉回家,只要回到家 我真的满足你所有愿望 这一兵圣都死我了,再坚持坚持 等等,这个符号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禁止通行 怎么办怎么办 你猜的没错,这但是企鹅的地盘,需要通行证 通行证?我上哪个地找啊 这对深游上很危险 得亏我长得像企鹅,圆鼓鼓的,一样就能够被认作同伴 成功吃了闭门钩 还好企鹅智商帝,连门缝都没有关紧 我只要爬高一点,再顺着门缝落下去 在这密室里,不都是我小遗憾的 找到大保产和通行证 看我不把这雪堆给刨干净了 干嘛呢干嘛呢 那个,我是远房企鹅亲戚,小恐龙 原来是亲家,请进 还有手门的智商度高 你怎么出来了 红河红河,这带沙漠的 我也挺可的 那还不快去有水源 知道了,知道了 那是,需要有沙漠宝塔 在那要一碗水不过分吧 不对,这沙漠怎么能够穿梭过呢 别看了,那是还是圣楼 沙漠帮老头,你虎都肯定有水 水啊,这个简单,你只要冲我生气 哦,然后我就 老头呢,老头怎么不见了 看来你是中气了 老爷,是要你帮他取水喝 我算是看出来了,冒生命危险的是我 喝水的是你吗 哦 将房块一次点开,就能够获得真相技 这面镜子就是撬动雪原的宝贝 利用太阳的光线折射,就能够发现海市圣楼里的水 水来了,你可别渴死了 等我先许愿了 赶紧带我上路 终于抵达叶楼莉的大别墅了 糟了,那不是黑人吗 想水难敌厮守啊 冲过去,行呐 行才怪 我还是请邻居帮忙 这就是邻居家了 先让我去井阁壁家的小小和果果 我这一就来 狗狗我来了 小小我来了 你现在这么顺利 顺利个头啊 一个想要吃冰棍 一个想吃糖葫芦 可算是请得动铃居 黑衣人束手就擒吧 那里有个大小超 在那干嘛呢 叶萝莉加三千斤 给我冲冲冲 成功赶跑了黑衣人 叶萝莉回到家 感动的消失了